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我想进行一些更加前端的业务的话 我可能需要更多的市场营销方面的学习 所以我选择了申请该项目 我就喜欢这个项目的实操性和实践性 那么和很多传统高商的项目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项目它会安排大量的公司实习和公司合作的实践项目 让学生为公司解决真正的市场咨询的一些问题 并鼓励我们市场分析师或者咨询顾问去工作 那我们也曾有机会在新加坡本地的一些企业 在这些新年management CEO面前进行presentation 进行演讲等等 最有价值的地方呢就是它模拟了一个真正的工作环境 让我们能够像一个咨询顾问一样去工作 那教授呢会带领我们去一些公司进行实地的项目考察和项目的体验 那我们在项目完成之后呢会在CEO和新年management team高层面前进行真正的演讲 实地的演讲 这大大的增强了我们的职业自信心 这里的职业辅导规划中心 提供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那么我在这里曾经跟career manager进行了很多职业方面的面试培训 以及我的个人就业规划等等 最后呢也是因为ASAC 我能够成功在新加坡塞诺菲找到一份非常理想的工作 务必要提早进行就业和个人规划 然后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步 达好最佳的就业和学术基础 你就会有最大的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